本來在上面的把它搬到中間 搬到中間來 有六個嘛 這樣看起來會感覺比較OK一點 不然的話 你放上面 好像怪怪的 放下面也怪怪的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放在內容裡面 那做法上一樣就是插入一個DIV 然後在這個DIV 放在這個內容裡面 把它切割 上面自己再加上那個 icon上去 那另外底下再插入一個什麼影像地圖 這個地圖部分因為本來太大張 請你用那個裁切的功能把它裁掉 因為我這邊已經裁完了裁完之後呢 並且把它放在中間 而且 剛剛有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說 圖本來在左邊 怎麼樣把它置中 那有同學就是找不到因為可能對尊貴又不熟 那置中的方式特別重要 你們在圖上面是找不到置中功能 如果你要置中特別注意一定要先 優標放在這個圖的 比如右手邊的這邊的 優標這個是一個 他的一個 應該他是 這個圖跟文字怎麼去 排列 所以 這個段落 這個段落如果要置中的話 特別注意一定要先優標放旁邊 然後呢 在底下本來是HTM 把它切到CSS CSS裡面就會有置中了 有沒有置中對齊 那置中的時候特別重要點下去之後 他會出現什麼呢 他會出現有一個 問你說你要不要增加一個那個 增加一個樣式 你這個時候必須要增加一個樣式 他才有辦法置中 增加一個樣式之後的話 他就可以 達到置中的效果 特別不是在圖上置中 而是在CSS的樣式上面置中 他置中完之後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的結果 其他的話底下 通通都加這個 版權所有 而且 特別是要 葉尾的部分 因為如果說 這邊有空隙 他的 版型可能會跑到這邊來 他不會剛好貼到下面 所以 我這邊有加一個什麼 叫做 Position Position Fixed 固定在那裡 不然的話呢 你的版型 葉尾部分不會貼到下面 就像 它本來在這裡 你會發現 你把它 往下一個 它會自動會 跑到下面來 為什麼呢 基本上 就是我 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你先把 Footer選取 這個Footer 就是葉尾的部分選取 這邊有個屬性 叫什麼呢 叫做 Position 有沒有 它必須怎麼樣呢 把它固定住 所以 第一個如果說你要全部的 葉尾通通固定的話 記得就是這個標籤 Data position Fixed 不然的話 每個都會跑到不是你要的位置上面去 OK 大概是這樣 我想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 就把它做出來 類似講 長得像這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我也會把我今天完成的這個當成範例 提供給各位 等下把它傳上去 如果 有些細節如果 沒有很清楚的話 可以再參考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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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